玉碗清风说初中生接触哲学好 个人是认为就是哲学越早接触越好 但是不见得哲学越早接触的越深越好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 比如说很多小朋友 比如说小学或者是更早 其实是可以给他有一些哲学的熏陶的 但是没有必要让他去钻研在哲学的那个深邃的里面 可以让他知道一些道理 但一定不要陷得太深 因为小孩子他整个的成长的历程 他是有自己的一个过程的 但是我认为熏陶这个过程是有必要的